第159章 书院两条路线的战斗 下 仿佛是为了给大师兄那句 琴色和谐的话做注脚 撑的一声 石师兄西门不惑轻抚琴弦 九师兄北宫卫央用手指轻敲消管 匆匆琴声在屋内如流水般响起 随着音律同时响起的 还有众人热烈的讨论声 宁缺和云辉将军家那位司徒小姐 走得亲密 宫里如果要止婚 大概便是她了 不过老季九颇为欣赏宁缺的书法 那么金无彩也有可能 可如果再仔细地往早时候看去 李渔殿下和他也有不少往来 便是如今关系也极为亲密 可我怎么总觉得止婚这种事情很恶心呢 不管是叫联姻还是卖肉 但总有些把小师弟往红袖招里卖的感觉 而且那些府上可没有什么捡大家 哪有你想的这么龌龊 以大师兄的意思 只不过是想避免当众搏了陛下的颜面不好看 所以才想抢在宫里止婚之前 替小师弟把婚室定了 说起来后山这么多年 竟还没办过喜事 也该轮上一场了 不过大师兄说的那位舒适姑娘 我可没瞧见 不知道究竟是好是坏 小师弟是个孤儿 我们这些做师兄的 应该多抵他想想才是 他既然是大和国来的人 想必住在礼部那边 明天我们要不要集体进长安城 替小师弟长长眼 哎 长眼 那可是位姑娘 又不是什么老器物 五师兄 我提醒你 那位舒适姑娘是王叔圣的传人 修为境界 只怕不弱于你 你这些年天天俯松下棋 懈怠了修行 只怕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若惹恼了他 当心进得了长安城 却出不来啊 听着这些痴人说着痴话 大师兄摇头不已 西师姐把矮跡下刻下的瓜子皮 扫到小楼里 抬头看了他一眼 笑着说道 哎呀 我看舒适不错 这小脸蛋啊 还挺圆的 取进门来 这么天天掐两把 应该挺舒服的 陈皮皮听着这句话 想着这些年来 自己在七师姐 千千玉纸下 所受的折磨 下意识地 抬起手来 想要捂住自己 胖乎乎的脸颊 却忘了自己 手上还有伤 疼得眉头 快要拧在了一起 六师兄 捧着一杯茶 憨厚地说道 那打铁房里 争气足 那姑娘 能熬上那么长时间 新兴到极为少见 我觉得不错 四师兄 点头说道 后山里 终于能有一个真正懂福的人了 很好 北宫卫央和西门不惑 对视一眼 放下手中的古琴冻枭 笑着说道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既然大家都说书吃好 我们自然也说书吃好 自宁却入荒原 回到长安城后 他与书吃 墨山山之间 那些传闻便流传开来 书院后山里的人们 也知道些许 想着本来便是两清相悦之人 又有大师兄提议 如今见过书吃的人都说好 那么自然便是好的 书院后山的小师弟的婚事 似乎便要这样确定下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屋内响起了一个声音 不好 七师姐微微醋眉 众人吃惊地看着二师兄 完全没有想到 他会出言表示反对 要知道 二师兄此生最为尊敬大师兄 这些年来只要大师兄说的话 他绝对毫不犹豫地执行 七师姐看着他嘲讽说道 男女知情这种事情 你懂什么呀 二师兄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 只是微低着头 看着身前自己那顶古冠的影子 大师兄看着他平静问道 书吃哪里不好 我不是说书吃不好 二师兄沉默很长时间后说道 只是小师弟如果一定要娶妻 那么有更好的对象 大师兄静静地看着他问道 那又会是谁呢 二师兄缓缓抬起头来 直视着大师兄的眼睛 缓慢而坚定地说道 桑桑 书院后山 有好几位师兄都不知道桑桑是谁 还是问了陈皮皮才知道 原来二师兄眼中 比书吃更好的选择对象 居然是宁缺的小侍女 四师兄说道 书院向来不是一个 以身份取人的无趣之地 但那个叫桑桑的小姑娘 既然是小师弟的侍女 若要成婚便与唐绿不合 总归是个麻烦哪 没有麻烦 只需要让他出急 二师兄面无表情地说道 四师兄看了二师兄一眼 不再多说什么 大师兄静静地看着 二师兄的眼睛 忽然微笑说道 我坚持我的看法 二师兄回望着他 神情平静而坚定 我坚持我的看法 这里大部分师弟师妹 都支持我的看法 师兄 你让大家不在意 你与墨山山的关系 但这关系已经存在 所以师弟师妹们的看法 在我看来都没有任何意义 好吧 师弟师妹的看法 确实不应该牵扯进来 但我的看法呢 我不知道师兄你 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 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在荒原上 你要认疏痴为义妹 是不是那时候 你就在准备这件事情 我只是觉得 我只是觉得 山山姑娘确实很好啊 是小师弟的良配 那为何 桑桑就不能是小师弟的良配 大师兄静静地看着他 若有所思地问道 你觉得桑桑 好在何处 二师兄站起身来 走到窗边 看着瀑布上方的那些繁星说道 当日颜色与魏光明同归于尽 我与皮皮随后登山 便在崖顶 看见一个小姑娘 跪在地上捧灰 那个小姑娘便是桑桑 我觉得她很好 而且我知道 她是要和小师弟 在一起的人 屋内无比的安静 只能听见柔软的毛笔尖 轻轻地刷过纸张的声音 在这一片安静中 忽然响起了 陈皮皮有些紧张不安的声音 我 我也觉得桑桑挺好的 大师兄神情有些复杂地笑了笑 看着他说道 皮皮 你又觉得 他哪里好 陈皮皮思寸片刻后 认真地说道 嗯 我说不出来 但我觉得 他哪里都好 大师兄微微一震 然后摇了摇头 喃喃叹道 唉 哪里都好 哪里都好 书院后山 自然是以大师兄为首 他的性情温和而干净 所有的师弟师妹都愿意亲近他 并不害怕他 愿意听他说话 然而二师兄 却是后山里的镇山绿条 所有的师弟师妹都害怕他 哪里敢反对他的意见 以往后山众人面对二位师兄时倒也简单 反正大家都听二师兄的 然而二师兄必然是要听大师兄的 却从来没有遇见过如今的这种局面 嗯 我觉得二师兄说的 嗯 好像有些道理 虽然我并不明白 捧灰是什么意思 那难道大师兄说的就没有道理了 哎 话不是这么说 二位师兄呢 说的都有道理 我心情不够清明 所以 死这般重要的事情 哪里能比二位师兄想的更透彻 所以呢 无论是大师兄还是二师兄的话 我都找着做便是 呃 他们认为哪个姑娘更合适 那便最合适 一番刻意的查克打混 没有让屋内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反而因为二位师兄的沉默 而变得有些尴尬 于是场间再次回复死记一般的沉默 大师兄看着二师兄认真地说道 师弟 有很多事情 你不清楚 确实 有很多事情 我不清楚 我不清楚 师兄对桑桑的敌意 究竟从何而来 因为他是光明大神观的传人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师兄根本不想让他和小师弟在一起 然而师兄 你想过没有 这样对那个小侍女 并不公平 大师兄沉默很长时间后 平静地说道 我对桑桑没有任何敌意 不过我承认你说的话 我确实 不想让小师弟的一生 再继续和他纠缠在一起 二师兄看着他的眼睛问道 为什么 没有理由 只是感觉 师兄 我这一生始终信封一条原则 任何事情都需要理由 你不需要知道 老师知道 那为何不等老师回来 再说这件事情 因为宫里已经传来消息 我们如果不点头 谁敢给小师弟胡乱指昏 大师兄 微微醋眉 二师兄继续说道 我已经有十年时间 没有见过师兄皱眉了 师兄 因何皱眉 是不是你也觉得 这样做 有些问题 大师兄 依旧皱着眉头 看着他摇摇头说道 那是因为 我发现过了这么多年 君墨 你依然没有成长 还是当年 那个只知认死里 却看不到事物全面模样的 热血少年郎 老师 绝对不会因为提前 看到前方道路上的 某些险弯 或者某些暗影 便提前让我们 走上另外一条道路 我相信 老师更加不会因为 没有发生的事情 而提前对无辜者施以责罚 所以我认为 师兄 你今天做错了 书院后山的人们 从来没有见过 大师兄和二师兄 在某些事情上产生分歧 甚至是争论 更何况 如今的争论 似乎已经发展到了 愤怒的互相指责 更是经得众人鸦雀无声 别说开口说话了 便是连呼吸 都不敢让声音变大一些 一片幽静 只有柔软的毛笔间 轻轻划过纸面的声音 所有人的目光 都望向房间角落里 安静瞄着 赞花小凯的三师姐 书院后山的三师姐 喜敬 燕洞 无论何时都不怎么说话 也很少与同门来往 但大家都知道 连夫子都极为赞许 他的渊博学识和眼光 所以期待他能化解眼下的僵局 我怎么带你 我怎么带你 好 我怎么带你